小朋友,你好! 来,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前几天学过的汉字 然后再学习一个新的汉字吧! 第28课 马 马 小马 小马的爸爸 小马的妈妈 小马的家在山上 我的家也在山上 碗 第29课 朋友 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 我的朋友是小马 我有爸爸妈妈 小马 小马也有爸爸妈妈 小马来我的家 碗 第三课 第三课 有 有 小朋友上山 有 小朋友 小朋友 来我的家 小朋友 来我的家 大家下山 下山 小马 小马 也是我的朋友 小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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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家 在家 玩 玩 第三十一课 我 去 去 去 下去 我的朋友下山去 我也下山去 我 我去 我去 朋友的家 我去朋友的家 朋友来我的家 玩 玩 第三十二课 这 这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爸爸妈妈 这是我的朋友 这是我的朋友 这是朋友的家 这是朋友的家 我去朋友的家 我去朋友的家 完 好 接下来我们来学一下 这个这字是怎么样写的 首先是一点 一横 一个短横 再一个短横 然后下面是一束 一横 折 一横 接下来我们写 它的步手 首先有一点 然后 这里弯弯的 一点像个三字 最后 我们写一那 好 现在让我们再练习一遍 小朋友可以用手指 跟着老师一起练习一下 好 我们开始 先一点 然后一横 一个短横 再一个短横 然后一束 横 折 再一横 接下来的步手呢 首先是一点 然后这里弯弯的 像个小三子 最后 是长的一那 这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 这字